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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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你是这干风是死于这边的 哦 OK OK 所以你就回来 这个地方我已经买了大概40年了 哦 已经有30年了 这个快递 30多年了 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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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以前买的时候是有想有一天 啊 会回来 会回来 啊 如果大神是我们不习惯的话 是做不到生意回来就有 哦 哦 就是刚刚会回来 嗯 做了不到一年 那个猫王就开始了 嗯 嗯 嗯 所以你在30年前已经有一个计划说 有一天我要回来 一定 不知道要几时而已 对 所以就是这几年 刚刚退休 现在今年65岁 哇 看不错 你看那时候刚刚了 大概64到59岁这样 哇 就回来这边 甘邦 啊 来回馈社会一下 顺便做回农民 哦 回来以前的生活 很高兴啦 来 我们看他的这个 这个 biping啊 这个水的系统 哦 这样子的 嗯 土地下咯 然后 这个蠢草用 银银用 银银银 哇这个 你要在地下里面 埋在地下 埋在地下 就没有问题了哦 没有那个 骑的问题啊 嗯 日以日啊 大概多深下去 6到8寸就没有问题了 你看这些都是它的浇水系统 接下来第二集 我们就会带大家看看下 它的榴莲园生产有多少 到底它是怎样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谢谢大家 下期见